月容夫人 传说接阳县曾经有一个县官姓冯 人称冯太爷 他娶了两个妻子 正是夫人为人刁砖凶狠毒辣 二夫人美丽善良聪明多智 人称月容夫人 月容夫人除生活上伺候冯太爷外 还帮助冯太爷了解名义 料理正是断绝一案 受到全城老百姓的赞颂和尊敬 这里流传着一个月容夫人 如何帮助冯太爷 审判一宗谋财凶杀案的故事 阶阳城东有家绸缎小店 店主姓阳 名叫有才 因他有兄弟三个 他是大哥 所以成为凡认识他的人 都称他为阳大哥 阳大哥已经娶妻生了个男孩 一家三口人 两口子夫唱妇随 日子也算不错 阳大哥所经营的绸缎小店 破面虽小 倒也生意新浓 毕竟他是个擅作买卖的好手 他的货抢得早 进得快 消得出 真像他在店前 自己用大红纸所写的那样 祸不停留 莉自生 有一年正月 外地有一客商到街阳城销货 金人介绍和阳大哥谈妥了一笔生意 约定正月二时 阳大哥带足银两到某地取货 银货两交互不耽误 转眼也是正月十九 阳大哥当晚到两旅外的玛牙渡口 雇了一只客船 对船家如此这般交代了去处 船家一一应落 说起这船家倒也很怪 这人就叫谢亚怪 年岁已经四十 尚无一期半子 为人虽不十分老实 但看起来也不见得盲狠 早年是挑副出身 后来不知发了一笔什么小财 就购置了这只牧船 干起这既撒网打鱼 又再货再客的行当来 当晚三更前后 杨大嫂就给杨大哥打点好简店的行李 背足银两安跑饭菜 待到四根鼓响 杨大哥便起来吃完饭 背起行李银两 告别妻子往马牙渡口去了 杨大哥一走 杨大嫂便关好门窗 收拾好残菜剩饭 吹灭桌上的灯烛 上床睡了 约五更多十分 杨大嫂突然听到门外 又敲门 并喊杨大嫂杨大嫂快开门 杨大嫂惊了一惊翻身下床 穿好衣服走到门边问道 你是谁 我是谢鸭怪 门外边的人回答 杨大嫂 杨大哥在家吗 杨大嫂一听是船主的叫声 心里慌了 忙开了门说 她不是早就去搭理的船了吗 谢鸭怪也惊讶地说 哎呀大嫂 我们是商量四更开船的 可是我一直在船上 等到现在 还不见杨大哥上船 不知出了什么事 所以才到家里来问问的 哎呀 那可糟了 她早就去上船了 早就去了 不好 定是被人 谢鸭怪还没把话说完 杨大嫂就乌咽地痛哭起来 谢鸭怪同情地说 要说杨大哥的钱财被抢 人也总得跑回来 可现在连人带钱都没了 这 杨大嫂哭得更厉害了 谢鸭怪又说 杨大嫂 事不宜迟 咱们马上报官再说 杨大嫂答应了 跟在谢鸭怪身后 哭哭啼啼往县衙门走去 咚咚咚一阵金堂鼓震动衙门 蒙愣中 二夫人推了推 憨恕的冯大爷 脑爷 您醒醒 有人这么早猛敲金堂鼓 定是有重大冤情 望脑爷以民为众 升堂审礼 冯大爷翻身起床 并说道 夫人 等会儿 您也到大堂后面听听 二夫人道 这个自然 一声吆喝 两班差异上堂寺后 三通鼓响 四盏灯笼引到升堂 牙役带进杨大嫂和谢鸭怪 冯大爷道 是谁凌晨击鼓 惊动本官 杨大嫂说 是贫富 冯大爷说 有何事情 从速速来 杨大嫂说 是 杨大嫂就把丈夫 如何四更启程 谢鸭怪 如何五更多 到家报凶信的事 说了一遍 冯大爷又问谢鸭怪 谢鸭怪 把他找杨大嫂师讲的话 照样禀告了冯大爷 这宗案件 可把冯大爷拦住了 没有一丝线索 没有一点隐私 他正在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候 侧耳听见屏风后 传了两声轻微的咳嗽声 他心里明白 这是二夫人要他站起退堂的信号 他马上起声道 你们站起退下 待本官稍息一会儿再说 便退堂往后堂而来 二夫人早在后堂等候 冯大爷说 夫人 此案实在难以明断 二夫人道 是 不过还有点破绽 冯大爷忙问 什么破绽 二夫人道 老爷 那妇人是如何诉说的 冯大爷道 那妇人说 她三根为丈夫备好衣服 饮食饮两 四根便送丈夫出门 五根多谢鸭怪便来找她 二夫人打断冯大爷的话 找谁 冯大爷道 找了妇人 二夫人道 找了妇人干什么 冯大爷道 问她丈夫有没有在家 二夫人道 老爷 破绽就在这里 西亚怪目的是要来找她丈夫 可是她不呼伴她丈夫的名字 倒喊起她妻子来 这不是明板着 西亚怪已经知道她丈夫不在家了吗 冯大爷略撕了一会儿 突然醒悟 对对对 有道理 二夫人道 老爷 这只是西亚怪的话 录了破绽 要是她应不曾认 那也难以判定 现在天上未亮 张物一定还未转移 你和那两名精干参业 前往船上查找张物 夫人说得对 冯大爷 立刻密两名差役 往玛雅渡而去 半炷香功夫 两个差役冲冲回来 并带回一个 湿漉漉沉甸的布包 并冯大爷 太爷 小人把全船收遍 并未发现可疑之物 最后在船尾 发现一条绳子沉在水里 小人觉得奇怪 便把绳子往上一拉 拉上这包东西 请太爷过目 冯太爷打开一看 是一块用长方形白绸布包着的 五十两白花花的银子 冯太爷随即令差役 把杨大嫂带到后堂问道 你丈夫出门时带了何物 杨大嫂道 衣服两件 还有用白绸布包着的五十两银子 冯太爷一听 心里明白了八九分 立即传令升堂 光堂上 冯太爷把金堂木一拍 喝道 大胆血压怪 竟敢恶人先告状 欺骗本官 从十招来 血压怪一听 吓得惊慌失措 忙道 太爷冤枉冤枉啊 冯太爷怒喝道 好个冤枉 看来你是不想老实认罪 左右将张物拿上来 以免差役将那包湿漏漏的银子 放在戏牙怪的面前 戏牙怪一见 木撑口呆直打哆嗦 冯太爷又把金堂木 重重一拍 大声喝道 戏牙怪 你到底招不招 我招 我招 戏牙怪绝望的哀叫着 原来 杨有才在四更天 便到达戏牙怪的船上 戏牙怪的确站在船头等他 上船后 戏牙怪便帮助杨有才 安置座位 存放行李 无意中 发现杨有才 带了一包沉甸甸的银子 炖起贪财之链 他想 何不趁此 根深夜尽把它干掉 沉失于江底 毫不费力就获得一笔银子 然后主动先到杨有才家找他 这更是不如一点破绽 安然无事 半顿饭功夫 西牙怪便把这谋财害命的事办妥了 手脚石那么利落 真是人不知鬼不觉 不料来到杨大哥家门口喊了声杨大嫂快开门 紧入了破绽 被二夫人识破了 这是他没有料到的 就这样 二夫人又机智地帮助冯太爷 破获了一宗谋财害命案 月容夫人的聪明才智 破得人们的尊重和冯太爷的宠爱 相反 却受到了正房夫人的妒忌和憎恨 某年中月十六日 凶狠毒辣的正氏夫人 乘冯太爷外出之机 竟几乎把月容夫人害死了 人们为了悼念月容夫人 在洁阳县城附近 十座最大的山 黄岐山上 建造了一座规模不小的坟墓 叫月容墓 每年正月十六 接洋城的人都要到黄岐山游南 并瞻仰月容墓 成为长期流传下来的风俗习惯了